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丘围棋教室 今天我们继续欣赏两个阿发狗之间的对局 在这盘对局过程当中 阿发狗走出了两步非常神奇的好奇 那么通过这两步棋 我们也发现 阿发狗在对局过程中 他们的创造力远远的高于人类 下面我们就欣赏一下这精彩的两步棋 现在的局面轮到黑棋落子 黑棋在这里逼了一个 要求扩张上面的模样 但是呢在上面的模样当中 这里有一个白棋 一旦这个白棋具备了出动的条件以后 那么这里的黑棋显得气比较紧 这个时候假如白棋只是简单的跳 那么黑棋也跟着跳 那么上面黑棋的模样啊 发展的前景啊非常的好 这个时候白棋如果强行的打入 那么黑棋就会跳下去分段 白棋往上跳 黑棋次一个把白棋走中 然后白棋连接 黑棋再跳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黑棋马上会产生两个好点 一个是这里的阵 一个是这里的黑棋的立项 这让白棋难以兼顾 走成这样 黑棋充分可战 面对这个局面 那么阿法狗呢 走了两步非常耐人寻味的好棋 小尖一个 这手棋啊 看上去好像有点帮助黑棋行棋的意思 让黑棋啊 这里变得更厚实 但是呢 白棋下一步点在了这里 这手棋太奇妙了 瞄着白棋这里的出洞 瞄着这里的扳头 假如黑棋 防守在这里 避免白棋这个出洞 那么白棋呢 就会扳在这里 那么这样的白棋 显得非常的生动 同时呢 下一步还要攻击这两个黑棋 如果黑棋跳回去 白棋就会虎一个 这个虎非常的厚实 也非常的漂亮 那么将来呢 在这一带打入黑棋的时候 那么这里的厚实呢 可以起到一个接应的作用 同时呢 这个虎口将来 可以打入在这个地方 吃掉这三个子 下面的时空呢 也非常的大 所以说这个虎口啊 非常的漂亮 假如黑棋 这里马上就切断 那么白棋 打吃 黑棋长 白棋飞 黑棋冲 白棋挡住 黑棋切断 白棋接 然后黑棋这里封住以后啊 白棋往下一跳 这几个黑棋就死掉了 那么白棋在下面 获得很多的时空 黑棋在这里还要 吃掉这个子 那么白棋通过西安手 可以在这一带啊 倾销黑棋 走成这个局面 我们暂且 不论好坏 但是呢 毕竟感觉白棋 已经通过这两手棋 打开了局面 假如白棋不先走小尖 直接在这里引征 那么黑棋呢 就会吃掉 白棋在小尖的时候 那么黑棋呢 就不会这样 酥的往上尝 让白棋这里走后 对下面一点好处都没有 所以说 黑棋就这样 简单的跳出去 白棋压住以后 我们就发现 这个棋形和刚才那个虎口相比 相差了不少 通过上面的变化 我们就发现 白棋这个小尖 和白棋这个尹征 这两手棋的配合 他们的创造力 是非常的强大的 好 今天我们这个精彩的片段 就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